2016年 2016年 是我跟炮哥认识的那一年 对 对 那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就要再次 特别正式加隆重的介绍 我今天邀请来的 我的好朋友加恩师 胡怀全老师 来 来 拖一下 时间过得很快的 对 刚刚老师认识的是 因为一档节目 然后那一首歌 也是我第一次带着 我自己的原创音乐 去参加的一档节目 然后也刚好是 是从老师编的曲 对 在那个节目里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 就是一个缘分 真的 我选择 雨晨老师 欢歌给了直通 然后你们两个 他们俩PK 然后你选了他 对 对 是那个 怪就怪 欢歌没有组乐队 因为那时候你出现在舞台上 也确实很特别 这女生这个弹吉他 而且是电琴 还solo 在弹电琴 solo的女生里面 这种颜值的好像也没见过 对不对 很特别吧 我们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 未来的好的歌手 然后很感谢你 没有选欢歌 而选了我们 不然今天来 就是刘欢老师了是吗 所以我今天特别感谢时光运会是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把我的启蒙 开拳老师给请来现场 我很期待你等一下会送我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 很珍贵我送你礼物来了 我还有一点马吉他 我来 来 碰一个 好好好 嗯 嗯 这个礼物呢 其实也是 蛮简单的啊 撕一颗心脏 也没有没有 蹦蹦 蹦 哈哈哈哈 很简单的一个啊 就是一张空白的母带 哇哦 嗯 它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心意就是 未来 对 是的 假如 假如 它会帮你做个母带 对 哇 真的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不过我好奇你唱的是 虽然有点班门弄斧了 但是我今天还是觉得 我要唱一首对我来讲很有意义的歌曲 因为我其实是从十一岁的时候 听到了你的这首歌 我觉得今天我虽然要唱这首歌 但是我要唱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OK 我斗胆推翻了黄婷老师给我的第一版 哦 是吗 然后 啊 今天 在原唱面前献丑了 好 期待 期待 走起吧 所以到底是哪一首歌 彩虹 啊 啊 好爱这首 就是弹极的唱歌的人都练过的歌是吧 对 好的 期待啊 好了 就准备准备 你要杯钱吗 这首歌大家都会唱 哎呀 会唱歌真好 非常轻松愉快的版本 美好 奖礼祭祭 谢谢谢谢 我有祭腿了 这好像是在卡罗凯次朋友聚会啊 对啊对啊 对啊 所有人都举着串 但是摇着感觉真的是 哇 这在云端的感觉 歌好听没办法 旋律还是王道 对 不管怎么编 都是好听 因为我觉得反正文文唱歌 因为它还有自己的那个特色风格嘛 它会把所有的歌都变成啊 就云文文这种感觉 就是 所有的歌都有点 死了前男友的感觉 这么愉快的一个愉悦的旋律 这么轻巧 然后总是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忧伤 对啊 你的伤感非常好听 我以为是伤感来的 哦 是吗 特想特别想 以后有这种响指的就找你录一下 好可以 专业响指师 所以你看这种歌就算是很多人听过唱过 但是你在唱的时候 相当于就是这首歌又重新活了一遍 对 每个人都会给它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好听